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法新社报道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前夕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4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万言讲话 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仍然完全适合中国国情 表示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 习近平在讲话中不断将马克思与中共捆绑在一起 习近平作为全球最大共产国家的首脑 今天在北京人大会堂 为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举行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 习近平长篇颂养马克思主义之后 会场响起了国际歌 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 强制中国返回马克思主义信条 他今天表示 《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 今天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者的革命导师 以及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习近平将中共的诞生、夺权、执政 面向世界与未来的各种梦想 都与马克思主义捆绑在一起 他说 十月革命一生套响 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 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社会主义制度 至于改革开放 习近平也认为是中共把马克思主义 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 面对新时代 习近平表示 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带领人民实现伟大梦想 习近平还说 马克思认为 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 然而 目前 中共精英阶层与农民之间的不平等现象非常明显 中国至少有370名亿万富豪 富豪人数位居美国之后 全球第二 尽管如此 习近平还是呼吁 8900万中共党员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原点上 他今天特别要求中共党员阅读马克思的书籍 习近平是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 中共最强势的领导人 他效法毛泽东将自己的习思想写入中国宪法 拍上了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巅峰 不过 中国在毛死后 已放弃了毛泽东思想 恢复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习近平此时高调宣扬马克思主义有何目的 他是否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中共是否会让中国摒弃市场经济回归马克思主义 这是他这次讲话留下的几个问号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